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啥爆全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 在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周小斌的金牌打手刘维 拿着774要跟吉林首富 泛亚集团董事长 范尔旭从马兰西亚请来了 排名第二的小莎莎 叫做伊克拉姆 展开巅峰对决了 你看这边咱们还是把四脚 回到这个伊克拉姆 在这个范尔旭的奔驰车上 当时伊克拉姆这一天 范尔旭又给加钱了 伊克拉姆当时可心里一想 之前说给我700万 我们来的路上在车上 又说给我加200万 这又加600万 一共是7加2再加6 1500万 当时这伊克拉姆 由于听到刘维之前 这个AK47的扫射的声音 他确实有点害怕 但是被范尔旭这么金钱一加持 兴奋感 直逼大脑 咔嚓一下 我试一下吧 你看就下车了 把这海鹰半只洞 咔嚓就上了堂了 这个时候 王小辉也说话了 我这样 范哥 告诉你的小莎莎 我现场还有五个兄弟受伤了 一定不要误伤了 把我五个兄弟给救出来 当时范尔旭说 听到没有 把我兄弟的兄弟给救回来 当时伊克拉姆说 好的 这边 王小辉说 这样啊 我的兄弟全是穿的蓝色带领的那种上衣啊 你注意一下 伊克拉姆说 多了 OK 巴巴 你看伊克拉姆当时特别兴奋 巴巴也就穿出去 奔着刘维这边方向 也就去了 当时 由于过度的兴奋 他之前就开始跑上了 但是他是专业的 跑这种蛇行啊 这种步伐 巴巴跑的老快来 巴巴跑了十米以后 他渐渐的恢复了专业的意识啊 啪叉戒握倒了 直接伏步前进啊 这个 前进啊 回头 咱们再看刘维这边啊 刘维当时不把这个王小辉 五个兄弟给打伤吗 但是你看刘维 拿着AK47是卧倒扫射的 打的是王小辉的 五个兄弟的下路 五个兄弟 当时有四个兄弟腿给 啊 给干上了 也往回爬嘛 这个时间 已经往这个 范维和王小辉这个方向爬了 能有二十多米啊 但是还有一个兄弟 当时由于刘维 少的时候啊 啊 这个兄弟 跟着蹲着呢 哗叉 给干昏了 这个兄弟没往回爬 这边你看 伊克拉姆 往刘维这边 服务前进呢 叭叭的 当时 伊克拉姆爬了几下 直接你看 他是专业的 耳听八方 眼光六路 哗叉把耳朵 直接贴在地面上 一听 噗咚噗咚 四个心跳声啊 往他这边爬了 而且急速的啊 也是服务前进 这边 伊克拉姆选择了 停止前进 不一会儿 你看 王小辉受伤那四个兄弟 也就爬跟前了 伊克拉姆 这一看 蓝色的衣服啊 在这领着 这样 你们是王小辉的 也说是 往后撤 往后撤 你看这四个也就撤了 当时撤的时候 伊克拉姆说 还有一个呢 这四个说在后面了 你看伊克拉姆 这个时候还往前 服务前进呢 这个时候刘维 也往前 服务前进 你看刘维 服务前进的时候 在这个伊克拉姆 跟刘维 间隔五十米的距离 这刘维 就来到了王小辉 另一个受伤的兄弟 已经休克了 跟着躺着 刘维当时这一看 这躺着一个人啊 一个人四气啊 没了 刘维 当时胆也大啊 因为刘维是汉将嘛 敢干 胆也大 叭叭还往前啊 拿着把七七四 服务前进啊 这个时候 你看 跟这个伊克拉姆 就对象行驶了 叭叭的 服务前进啊 大约能有二十多分钟 他俩 也就要快相见了 这个时候 伊克拉姆 给地上一听 一个心跳声 当时伊克拉姆 就因为 可能是王小辉的兄弟 爬过来了 这边 但是为了保守起见啊 伊克拉姆 再没有往前爬 搁着一爬 就听着啊 当时是耳听八风 眼观六路呢 眼睛根本看不见了 去掉黑的啊 这边只能听 伊克拉姆这一条 还有十米 八米 六米 五米 四米 当时 这边刘维也没有看到 伊克拉姆 搁着 趴着停呢 这边 伊克拉姆 一直听到 还有四米的时候 伊克拉姆 因为可以看到 眼观六路了 当时 伊克拉姆 这一抬头 啊 给刘维下 哟 他俩相隔四米啊 刘维当时这一丑 前方者还有个人呢 这边刘维 直接把 七七四 啊 就准备好了 随时 就要准备啊 扣动扮机 这边你看 还没等刘维扣动扮机呢 这伊克拉姆 瞅见刘维 当时是瞅的是衣服啊 蓝色的衣服 而且戴着脸 伊克拉姆说了 你是王小活的兄弟吗 啊 赶紧的 往我三后撤 刘维这一天 这怎么 把我当成对方的淫了 啊 这边刘维再这么一看 这伊克拉姆 手里也没大家伙事 因为伊克拉姆 他出枪快嘛 夜下0.2秒 他也不需要哪样 对不对 这边你看刘维 就见机形势 往前 无前进了 啪啪 直接 你看他俩 当时相隔四米 直接来到跟前的 形成个照面 互相瞅一眼 当时不约而同的 都瞅对方 哎呀 这个人怎么 好像在哪见过 似曾相识 但是由于现场的气氛 特别紧张 而且各人的神经 也绷得特别的紧啊 高度紧张啊 当时都没想起来 这边刘维当时就将计就计 合计转到身后 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啊 然后再拿 七一四百的摆平 这边 刘维也没想起来 伊克拉姆也没想起来 刘维 往这个伊克拉姆身后爬了两下 伊克拉姆当时 这一下想起来了 那不是在这个103包房 见周小斌呢 那个兄弟吗 瞅我的眼神也是直勾勾的 当时伊克拉姆想起来以后 直接你看就要行动了 因为他这个站起来是 夜下0.2秒出枪嘛 那么他这个趴着 这个0.5到0.6秒吧 当时这个伊克拉姆 选择就要趴着 夜下出枪了 刘维当时时刻观察他的动静 一看 这老伙可能是 刘维也听过夜下出枪嘛 可能是要出枪了 刘维当时也蹦起来 你看 这边 这伊克拉姆 0.5秒 他也不是打手 他是杀手 刘维尖打手 又见杀手 你看 他0.5秒 出这个夜下 刘维直接在0.4秒 哗叉就给扎过来了 就差那么0.1秒 哗叉给扎太阳穴上 这给伊克拉姆扎去 当时 啊 就给扎懵了 刘维特别狠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来个 我来红顶 这月光电缆 这不及时 一扣动扳机 导致 给伊克拉姆 这一下给开炉了 当时 就此 伊克拉姆 马来西亚 第二大小莎莎 远落了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枪出漫了 比刘维差那么0.1秒 再一个 老信爷自己的 0.2秒夜下 那么再一个 也是倒霉斋 当天晚上 刘维也穿着 一件蓝色的衣服 啊 这个带领着 你看 伊克拉姆这边 毙命了 但是 这范仁旭 跟王小辉这一听 他俩不这么想 这王小辉跟范仁旭说 范哥 这二十多分钟 终于听到声了 这范仁旭说 听到声了 听到声了 我告诉你 我们上力了 王小辉说 范哥 何以见得呀 范仁旭说了 我们先往后撤一撤 以安全起见 我再告诉你啊 我这个小莎莎 刚刚已经加到 一千五百万了 在来的路上 他跟我说了 他那把海鹰半只洞 里边 就装霸发 但是 每一次他执行应武 只抠动 一次扳机 就能完成应武 这你刚刚听到这个声音 就是他抠的啊 这王小辉这一听啊 范哥 范哥 大喜呀 好 这样 为了这喜悦的信息呀 赶紧 你联系这个小莎莎 我们好高兴高兴 证实一下呀 范仁旭当时说 好 我打电话 但是范仁旭 你拿起电话 你瞧我这脑瓜子 我一直没有留 这个小莎莎 这个电话呀 联系不上了 这边王小辉说 范哥 谁给你找的小莎莎呀 对了 吉隆坡大酒店经理小东 我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啪嗒 就给小东打电话了 我小东啊 这边说 哎 范董事长 我在这个 李小莎莎 一千米的地方 让他马上执行应武以后 赶紧回来 我这边 我这边没有他电话 你给他打过去 让他赶紧回来 或者给我打电话 这边 小东这一条 好 范仁 啪嗒 这么一挂 你看 小东 当时就给这个 伊克拉姆 打去电话了 这边刘维 把伊克拉姆 消互以后啊 刘维选择 还要服务前进的 往前 再上一上 要把范仁旭给干掉 刘维就这种性格 我今天死 我要替周公子 把范仁旭给干掉 当时你看 啪啪 往前服务前进的 这个时候 刘维就听见了 身后的电话声响 咕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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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是响 左一遍右一遍 刘维这一看 行了 我得回去接个电话吧 当时 从这个伊克拉姆兜里 就把电话掏出来了 这一带 还有这个护照 都带出来了 刘维这么一看 这不护照吗 当时把护照握在手里 电话也就给接了 这边 这个 吉隆坡大酒店的经理 小栋说了 伊克拉姆 你 现在在什么方位了 这边这样 范董事长 你的老板 在离你的个地方 大约一千米的地方 你执行完应务 赶紧往回 往回赶 找你的老板 这刘维当时 这一条 刘维 啊 低声 低声细语的说 啊 那个 你是哪里 你在哪里 这边 小东这一条 当时下一次说 我是哪里 我是吉隆坡大酒店的 啊 我现在也在吉隆坡大酒店了 刚 话音刚落 刘维当时说了 你说那个叫什么 拉姆 已经死了 这吉隆坡大酒店的经理 小东这么一听啊 拉姆死了 再一个 刚刚 这个人说话 低声细语 我没有听清 这个时候听清了 确实不是拉姆的声音呢 完了 祸生口出啊 刚刚我说了 我不该说的话 我在吉隆坡大酒店了 这个时候 小东 再也没有说话 啪啪把电话给挂了 这边 你看就是这个电话 说我是吉隆坡大酒店的 我在吉隆坡大酒店了 导致之后 吉隆坡大酒店 因为这个事 永久的 关门了 这边 集散火四下 这小东就把电话 打给了范尔絮 这范尔絮一击啊 哎 小东啊 范长 伊克拉姆 怎么了 凶多吉少了 小东 我花七百万 我打广给打三百万 刚刚响了一声枪声 你告诉我 他凶多吉少了 那这么说 他连班机都没抠 我花三百万 过了马来西亚 第二小沙沙 连班机都没有抠 小东说 范长 你戏怒 这样 你再加两个钱 我马上给你联系 马来西亚第一小沙沙 马上让他过去 给你战斗 范尔絮说 胡扯 挂了 范尔絮一挂 王小辉说 范哥 怎么了 我们输了 这个小沙沙 凶多吉少了 王小辉说 范哥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那怎么办呢 范尔絮说 赶紧撤吧 我们别在这现场了 以免炫到这个橘子里面 好 赶紧撤 赶紧撤 巴巴 你看 这边也就跑了 这刘维当时 还想 要往这个 这个范尔絮 跟王小辉 这个车队 这边 服务前进 要去呢 这一看 车全启动了 大楼大灯 巴巴全跑了 这刘维当时 这一看 算你们跑的快 刘维回山 当时来到 伊克拉姆身边 这一手 还有一个海鹰 半自动 哗嚓 也给捡起来了 拿着 当时那本 拿去护照 也就来到 六军的跟前 当时 六军这边 不缠着绷带吗 这边 刘维一扶 六军 喂哥 疼 疼 你没事吧 我这胳膊 好像是断了 赶紧回去 刘维这边扶着 六军也就回去了 直接来到 慕尼和煤矿 门口 这个宝马车上 当时这个 刘汉 在这个主驾驶 他们俩上了一个副驾驶了 这边 这个刘维所 哥 他们都跑了 你看 这是一本护照 这是一本护照 这是一把海鹰 半支洞 当时 这周小斌这一看 这是吉隆科的护照 这当时 刘维说 哥 我还接到一个电话 说吉隆坡那边打来的 吉隆坡大酒店 说他 啊 让这个范儿旭 什么什么 这那的 啊 当时 这周小斌这一看 今天晚上的火拼 不但范儿旭 跟王小辉都参加了 可能跟吉隆坡大酒店 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样 廖军受伤了是吧 这 我算在吉隆坡大酒店 和范儿旭 王小辉的身上 这样 他们跑了是吧 刘汉 你把电话打给王小辉 这边刘汉就把 电话打给王小辉了 王小辉这一接 兵公主 你接吧 啪啪 周公主接过来 喂 王小辉啊 这样 你们跑什么呀 往范林河西边 往这边走上一走啊 因为你之前 王小辉 跟周小斌说了 往这个范林河东边 五百里走上一走 周小斌派 刘维跟廖军也过去了 这个时候你们跑什么呀 往西边走上一走啊 是社会的 走上一走 这王小辉这一天 这样 我即使不往西边走 范林河没矿 我一往小辉 也拿定了 那么自于你今天晚上 造成这种现场的伤亡 我一定会早饮抓你的 啪啪这么一挂 这边挂完事以后 周小斌 周小斌当时说 周小斌也有点害怕了 周小斌 不是真正的害怕 因为 王小辉 说要抓他 也就是 抓进去 他爸也能把他捞出来 但是抓进去以后 范林河 没矿这边 这股份也就废了 小营霞的 那个长春的高速工程 也就废了 还有六天 就正式招标了 周小斌 一再选择顾全大局 说刘汉 马上开车 我们的离开现场 我原今天晚上 我们真的被抓了 刘汉当时把车给启动走了 毕公子我哥 往哪去呀 周公子说 赶紧开车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往吉林四平四区 干 刘汉这一看 还是兵公子 反其道而行之 好 啪插一脚 油门就干出去了 周公子说 快点给我开 以免像那天晚上 这边在半路给拦截了 今天晚上 我们没有带这个小物 小平头哥 对不对 快点开 巴巴 也就往这个吉林四平的四区 开了 你看在半路上 这王小辉 跟这个范儿旭 当时在这个同一辆车上 王小辉就把电话 打给了他爸爸 这个吉林小四四 叫做王诚诚 喂 爸 小辉啊 今天晚上 那个叫周小斌的 在这个 咱们吉林四平 啊 慕林河 煤矿 往东五百米 归咱们四平馆 他在那 又扣东班级了 这王诚诚这一天 小辉啊 你实话跟我说 你扣没扣东班级啊 爸 我们火瓶 能不扣东班级吗 你扣东班级 你让我怎么 去拿捏周小斌呢 我去拿捏周小斌 因为有周大老板 我得找你就业啊 那么如果你 扣东班级了 不 爸 我没扣东班级 是我的瓶扣东班级了 那周小斌 扣东班级了吗 啊 他好像也没用 那不还是一样吗 你的瓶扣东班级了 周小斌的瓶扣东班级了 怎么能把周小斌 给抓起来呢 如果抓周小斌 您也得搭进去 你知道吗 爸 但是我 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啊 咱们在吉林四平 你是小四四 我们就这么吃亏了 这样 你说扣东班级有伤亡了 这王诚诚把电话这一挂 范尔绪就把电话打给了王诚诚 这边王诚诚一接 范尔绪说 这样 王试试 我跟你家的小灰 在一个车上 那么之前 咱们在这个代思酒店 我也跟你说了 那个叫张晓明的 你记住了 我范尔绪 拿银格 拿我的身价 跟你做担保 张晓明 绝对是神秘银的 阿九四 阿九三 阿九十 那么 他也绝对 是我的 最好的朋友 你这边不用顾虑周大老板的问题 你就放手的干 因为 我也看到王小辉的成长了 王小辉 能驾驭流房的煤矿 更能驾驭 木林河煤 煤 煤 这当时王诚诚这一听 范总 你说的是当真是吧 你拿银格跟身价担保 行 那我姑且相信你一次 但是 我这边也有很大的顾虑 我要 办周小斌的话 不是周大老板 而是中间还有一个人 是我的顶头上司 吉林摆到一把 叫做小王明 他是不会让的 就说他也是半九十 这边 范儿序说 小王明我来说 好办 王明也是我自交的朋友 这 王诗诗这一听 行 那 我先找手办 范儿序说 这样 你不用太苛刻了 只要把周小斌 他们这一行 抓了 关个一个礼拜 到半个月 也就够用了 这边 木林河煤矿 也就到手了 但是你看 这范儿序还有私信 这还有这个 长春这边 还有六天 这高速 这个招标会议也开了 你关他七天半个月 我这边也成功了 但是他不能向这个 王诚诚说呀 王诚诚这一听 想 我马上办 啪啥这么一挂 你看王诚诚 这个时候 顾左右 而言他 耽误时间了 周小斌他们 已经到这个 吉林四平四区了 没有及时的拦截 但是还是把电话 打给了吉林四平 这边阿诚的一把 就是田小诚 田局 这个王诚诚 这样 马上行动 遮遮 那那那 把周小斌 这一等人 给我 这个围堵了 包括往这个 长春 吉林长春这边 还有这个 内蒙古通辽这边 都沟通 这个联系 接应 这个 那什么小派派嘛 这边 你看 四面八方 给我抓周小斌 这田小诚当时 这一条 王试试 这样 我有个问题 周小斌身边 还有没有小平头了 你看田小诚 那天晚上 也有阴影了 这一次没有了 你放手的干 田小诚说 是 马上行动 咔嚓 你看 田小诚 在这么九点多钟 也就开始 要抓周小斌了 此时周小斌这边 在这个吉林市区 九点多钟 能到哪里去呢 能不能被抓呢 咱们下集见 拭目以待 下集 尴尬 精彩